新北市淡水區鹹校公園建造至今 已經超過二十多年 兒童郵懼豐富度不足 加上多數設施年久失修 導致民眾使用率低 在鹹校裡里長與蔡景仙議員的建議下 由市府協助公所改善公園整體環境 提升公園的豐富性與安全性 新北市淡水區鹹校裡 位置靠近三隻人口稀少 屬於較偏鄉的禮別 而位於淡金路五段與北十二線路口處 有一座面積將近一千平方公尺的公園 但里長說這一座公園 從建造到現在至少使用了超過二十多年 兒童油氣設施豐富性不足 加上許多的設施因為年限已久造成損壞 導致民眾使用率較低 因此鹹校里長葉正昌 以及蔡景仙議員的建議之下 由市府協助公所改善公園的 整體環境增添公園內的豐富性以及安全性 所以現在一些小孩算的跟老人用的 一些運動 比較好 五十斤 三個 幽樂 三個一些悲哭人 對他們的身體比較好 所以今天我們整理和廣東 都設備 跟他們做好 做好之後今天就取消 今天就叫一些人來看 來幫他們 讓他們一樣 跟他們做好之後 跟他們這樣 感謝我們創意面議員 進出這筆經費 來 監修我們這個現好力 這個公園 把這些遊樂設施 環境整理 給他們這些事大跟這些事稅 可以來這裡運動 來這裡求勤 市議員表示 賢校公園前方有一座土地公廟 而假日有許多當地居民自行 或者是帶小朋友前往祭拜 順道到公園裡面休憩停留 而公園的兒童遊具 只有翹翹板以及遙遙碼 遊具豐富性不足 而且體建設施種類也不夠多元 導致公園使用率低 而在兒童遊具的部分 公所選擇增加豐富性 較佳的組合遊具 具有溜滑梯攀爬網 攀爬岩與數字滑滑樂等設施 在體建設施方面 則是補強了下支活動的漫步機 以及上支活動的上支牽引器 不過因為遊戲設施 一些設施比較老舊 所以里長就提案 看可不可以來改善這些設施 很感謝我們蔡景賢議員 協助積極地來爭取預算 讓公所有這個機會 可以做一個整體的改善 增加體建設施以及兒童遊戲設施 那相信這個我們增加這些設施以後 讓我們整個公園的設施 更加的豐富 更加的多樣化 我們閒校市這個公園算是最大的 對對對 更方便 對更方便 現在雞在這裡有很多設施 可以帶嬰兒來算嗎 帶嬰兒來算嗎 有嬰兒的人就帶來這裡設施 很感謝雞丸 感謝里長 感恩他們 很感恩 新北市政府在108年4月 成立跨局處工作小組 共同推動公園全靈化 或特色共榮遊戲廠改善計畫 而在110年加入了老舊公園更新計畫 透過專業顧問評估 並且與地方意見整合 提供民眾全靈共榮友善無礙的 公園活動空間 而且這一次公所也相當感謝 議員里長還有市府警官處的支持 讓公園設施改善更加豐富 安全以及迅速 而後續公所將持續推動 公園更新改善計畫 以提供市民更好更完善的 休憩活動空間 讓淡水成為一個宜居的健康城市 記者許多安一淡水採訪報導 議員長在不站 Janeiro 他說